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女主一号民宿老板就完全相反 就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进入了一个童话小工具般的世界 环境虽好 但有个霸道总裁男主在里面 一进家门他的女主立马撵出去 虽然女主还是住了进去 总裁的日常就是每天攒好一贯点伤害 各种暴击女主不给饭吃 不让女主上车 被暴晒走路回家的女主已生无可恋 迎接她的是 小编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宠溺呢 是宠溺呢 还是宠溺呢 反正之后都不宠溺 毕竟这才是破坏的原始目的嘛 接下来的剧情应该就是 两队女主不帮对方战胜困难与危险 并且收获了真爱吧 一起来期待吧 我们终于剧场下期见